其位星图凌云遇上奔驰GLC,你会怎么选? 本期视频将跟随这位俄罗斯车评人对两款车型做静态对比 可能有人会说,两款车不在一个段位,这是你身处国内市场做出的定论 而星图作为高端品牌,在海外的竞争对手自然就是传统豪华品牌 两车定位均是中型SUV 所以在海外星图凌云对比奔驰GLC也并不意外 外观方面,星图凌云前脸采用大尺寸中网设计,看上去很有张力 而奔驰GLC前脸一直延续家族化设计 配合两侧日间行车灯,看上去动态十足 侧面两车则是完全两种风格 星图凌云腰线上扬,加上19英寸轮胎,非常符合运动SUV车型的定位 而奔驰GLC侧面腰线采用平直设计,作为传统豪华品牌则更为伟重 尾部星图凌云的贯穿式尾灯要比奔驰GLC更吸引人 两车的车身宽度基本相差不大 但是从后面看,星图凌云更显车身宽大 这位罗罗斯车评人比较喜欢星图凌云的发动机舱设计 因为它用饰板覆盖显得十分规整 而奔驰GLC的发动机舱则没有任何多余的饰板覆盖 虽然很多零件裸露在外,机舱内部并不显凌乱 内饰部分奔驰GLC采用传统悬浮式中控屏 标志性的圆形出风口,非常的优雅简洁 而星图凌云则是超大双联屏 空调控制区域采用了触摸式设计,更显科技感 把前面座椅调整到合适驾驶的位置 后排空间表现,星图凌云则略胜一筹 至于配置,两款车型基本相当 星图凌云在俄罗斯售价420万卢布,约合人民币40万元 而这款奔驰GLC的售价约500万卢布,约合人民币47万元 如果你在俄罗斯,这两款车你会选择哪一款